我们赐福音找找看 什么叫做信仰有根基 主耶稣讲的话 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一章 主耶稣说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好比方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这个叫做有根基 房子盖在磐石上 那二十六节 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 也是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所以表面上 两个都是有房子 但是一个是盖在磐石上 一个盖在沙土上 所以同样信耶稣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 安息日也来聚会 教会活动我们也参加 但是 有的是盖在磐石上 有的是盖在沙土上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能够显明这个根基 到底好不好 下面说 雨淋水冲风吹 就是考验 考验来到就知道 有没有根基 那这个雨淋就是从上面来的 上面来的 就是从上头来的试验 那风吹就是从旁边来的 然后水冲就是从下面来的 所以这个信仰有根基 要经过三种考验 神 从神来的试炼 还有水冲 从下面来的 就是魔鬼的试探 然后再从水冲 从旁边来的 世界的潮流 那在这个三个试炼之下 信仰有根基的人 房子站得很稳 信仰没有根基的 就倒下去了 那我提这一节 圣经节的目的就是 因为主耶稣说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 这个叫做信仰有根基 那我们现在开始 从下个礼拜开始 要查考路加福音 那路加福音 整个中心 包括四福音 整个中心 就是以耶稣为中心 马太马格路加 约翰 对耶稣为中心 耶稣怎么出生 耶稣在世界上做什么事 主耶稣讲过什么话 主耶稣怎么死 主耶稣怎么复活生天 那我们对主的话明白 而且去遵行 这个叫做有根基 对神的话要先明白 我们明白了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遵守 叫做有根基 所以在信仰生活上 查考圣经实在是很重要 这个是信仰的根基 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有很多的体验 会得到很多神的恩典 这个体验跟神的恩典 是帮助我们认识 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但是体验过神的恩典的人 如果道理不是很清楚 还是会跌倒的 你看主耶稣变饼的时候 有五千个人吃饼 吃主耶稣变的饼 那吃过主耶稣变饼以后 他们都一直在跟从主耶稣 主耶稣走到哪里 跟到哪里 那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很热心 但是等主耶稣开始讲 比较深的道理 你们要吃我的肉 你们要喝我的血 结果这个五千个吃过饼的人 一个一个溜走 为什么 那主耶稣就问这个门徒 为什么大家走你不走 为什么你们跟别人不一样 那彼得就说 你有永生之道 可见彼得在跟从耶稣 因为他对道理认识 他知道主耶稣有永生 所以他不走 那其他的人 虽然在跟从耶稣 对道理并不认识 那对道理并不认识 他发现 当跟从主耶稣 要付代价的时候 他就很难 就弃掉主耶稣就走了 因此我们在这个 家庭聚会的查经 这个对我们信仰根基的建立 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看重查经 因为我们对圣经很深入的去了解 然后生活中把它行出来 这样才叫做有根基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看一些朋友 到我们教会来募道 也得圣灵 也看异象 也体验到很多 甚至包括在我们伊丽莎白这样 现在有的都没有来 有的跑到外教会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信仰没有根基 也就是对神的话 不是很深入了解 对真教会不是很深入了解 所以这个查稿神的话 很重要 我记得我们教会 有一个工人在说 他说那个募道者 如果来教会以后 自己懂得读圣经 那自己懂得祷告 一般这个募道者的存活率 都比较高 也所谓存活率就是说 在信仰上 信主以后会继续 一直在属灵上追求的都比较高 那到教会里面来 只想体验一些很特别的经验 体验神的恩典 但是不喜欢读圣经 不喜欢祷告的 这种信仰 有时候看起来很火热 但是遇到试探 就倒下去了 我最近听到一个 也是我们教会的信读 他去一年前信了 那信主又体验很多 那 他这个坏习惯都改过来 但是很可惜就是 他不喜欢读圣经 不喜欢祷告 那因为不喜欢读圣经 不喜欢祷告 后来 旧的朋友邀他 又跑回旧路去了 现在教会又没有来 所以栽培我们每一个人 读圣经 查考圣经 然后在生活当中 把它行出来 这个是信仰杂根 非常重要一个方法 那所以我们现在进入 路加福音以后 我们速度要放慢 我们在查考 使徒行传速度很快 差不多一张 一次家庭聚会一张 因为使徒行传是历史书 是在记载使徒 怎么样建立教会的历史 那既然是历史书 所以可以查得比较快 那现在我们进入路加福音 是在查考主耶稣的话 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有时候一节圣经节 一节圣经节 有时候一个小时讲不完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速度要放慢 那有的比较长的圣经 大概是一章要做两次来查考 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深入 那深入查考每一句话 每一节对我们的意思是怎样 那虽然速度放慢一点 那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查完 差不多使福音你就了解了 因为我们在查的时候会互相 互相引证前后 所以路加福音完了 这四福音大概就了解了 那有人做统计过 在四福音里面 主耶稣讲过的话 大概六百多句 六百多句是不多了 但是主耶稣讲这个六百多句的话 到现代为止影响又深又远 整个基督教的中心 就是主耶稣讲的话为中心 所以主耶稣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他的话话中有话 所谓话中有话就是 我们看圣经字面上我们是了解 但是话中有话 在里面还有更深的属灵含义 所以我们值得来深入的查考 那现在我们要先做一个简介 那为什么描写主耶稣 要用四卷的圣经在描写 那用一卷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用到四卷 根据这个圣经的学者研究 最初的一卷是马可福音 这是马可福音 那以后才有马太 路加还有约翰 那这个四福音在描写的重点不一样 所以有人把它描写说 这个启示录里面有讲四活物 那四活物就是属灵的完全人 它有四种活物的特性 一个像人 一个像狮子 一个像牛 一个像老鹰 那四福音就是要借着 不同的方向来描写 耶稣的四种特性 约翰福音 比较注重耶稣的神性 超越世界 所以约翰福音可以说 在描写耶稣像一头老鹰 高飞在天空 那在马可福音 在描写耶稣是仆人 这就是四活物里面的一头牛 他怎么样去服事人 那在马太福音 在描写耶稣怎么行神迹 来在地上建立神的果 所以马太福音比较偏重于描写 耶稣好像一头狮子 他是很有力量的一头狮子 要在地上得胜 建立他的国度 那路加福音 对耶稣的家谱 对耶稣的一生 从他小孩子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路加福音要描写 耶稣是一个人 是一个很完全的人 所以这个四个福音 就是从好像四活物 不同的特性 重点不同 这样来描写耶稣 是我们从不同的特性 来了解主耶稣 因为人类历史中心人物是耶稣 整个历史 人类历史的中心是主耶稣 那我们人要从物质界 进入灵界那个关键 也是主耶稣 所以这个路加福音 是值得我们来查考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那这个奖励是用 问题方式发问 那这个问题方式 就是要帮助我们思考 那找出答案来 那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个是在introduction 就是路加福音的引言 第一节到第四节 那在路加福音的引言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四点 所以我们在查考圣经 有时候每一句话里面 每一节圣经节里面 意思都很深 那这个第一章 第一节 说提阿非罗 大人 有些人提笔著书 述说在我们中间 所成就的事 是照着传道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的 路加福音一般相信 是路加所写的 那因为相信 因为经过查考之后 我们发现他这个 写路加福音的这个对象 就是收信的对象 提阿非罗 跟这个使徒行传的 这个收信的对象一样 是提阿非罗 而且这个路加福音的最后 跟使徒行传的最初 两个看起来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路加福音 跟使徒行传 从他写书信的 这个体材形式看起来 那他是相当的严谨的 而且是有连贯性的 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 查完之后 再回到路加福音来 那作者写作的材料来源 是哪里 我边问大家边边想 我再补充 这样在动动头脑 大概印象会更深 就在圣经里面 答案都在圣经里面 写作路加福音 这个作者写作的材料来源 在哪里 写作路加福音的材料在哪里 OK 好 谢谢你 第三节说 这些是我从头都详细查考 就定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 所以这个路加福音是这个路加 他本身是一个医生 所以因为医生 所以做事情很细腻 很有条理 因此他把以前一辈的人 或者说前面比他前提前动笔的人 提到有关于主耶稣的事情的 他前一辈的人把它写下来 那写下来以后 这个路加再把它详细从头查稿 然后再把它按着次序写下来 所以路加福音的写作材料 就是前面的人 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是 照着传道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就是前面的人看见 他有体验 然后写下来 路加福音再一次查稿 然后把它有次序的写下来 这是写作材料的来源 那本书写作的目的 或者他写作的态度和方法是什么 路加福音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第四节 所以这个每一句话其实都有意思 这个路加写作路加福音的目的是 使我们每一个读路加福音的人 知道我们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那我们所学之道就是什么 有关于主耶稣的道理 都是确实的 因为他详细查考过 都是有实际去查考过的 不是道听途说来的 要兼顾我们的信仰 我们所学的道是确实的 好 那当我们为主做见证时 应该注意些什么 从这个四节圣经节看起来 当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 真实性 对 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要详细查考 把它 把它这样 完全符合圣经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把它查考详细 然后再来为主做见证 当然我们讲了一些没有圣经根据 会让人得到造就 会信耶稣 这个看起来也是很好 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圣经这是更好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到路加福音后来会查到主耶稣再来 也跟那个马太二十四章有关系 我们把它解释说主耶稣在两千年会来 然后大家听了以后就非常 非常警醒 然后就很热心来敬拜神 这样 当然这样也是很好 但是圣经的意思并看不出来 耶稣在公元两千年前会来 所以这个路加他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 就是他要把 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所学的道理是确实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 他本身详细查考 那查考觉得说是实在的 然后他再把这个写下来 来告诉别人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我们为主做见证应该注意什么 要注意他的真实性 而且注意他跟圣经的道理的一致性 所以这很重要 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般做见证 我们做见证 这个主领做见证的人 应该要先听一遍 这个听一遍的见证的内容 然后以圣经的这个话为基准 稍微过滤一下 那如果在圣经的话语上 有根据的我们拿出来讲 那这样比较好 那如果圣经的话没有根据的 做参考 但是这 只是做参考 因为圣经的话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把它太强调了 往往会发生危险 比方说 我遇到一个牧道者 就是三个礼拜前 他曾经到我们教会来 也得过圣灵 那因为很久没有人去访问他 我又去打电话给他 跟他来教他来教会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最近跑到五星级教派去 那我跟他讲 真意书教会才有圣灵 他说他也有 然后他就再讲到 他体验灵界的体验 然后得圣灵很快乐 然后倒在地上好几次 他也讲很快乐 倒在地上好几次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体验 圣经里面有没有根据 那他说他也找不到 所以他们在灵界上 也是有体验的 但是倒在地上没有根据 所以如果没有根据 我们就很难 我们就要很谨慎 因此这个路加 他在做见证 要为主耶稣做见证 他就详细查考 一切都是实在 然后写下来 让以后的人读到 能够学习到真正的道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 为主做见证 要注重他跟圣经的道理相符合 这是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章的第五节到二十五节 这是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 第五节到第七节 我们来思想几件事情 撒加利亚的家庭概况如何 第五节到第七节 他们是何种身份的家庭 撒加利亚是什么身份 祭司 撒加利亚是祭司 所以这个旧约时代三种人很尊贵 先知 祭司还有 旧约时代三种人 先知 祭司还有一种 非常尊贵的君王 这三种人要受高 所以他的身份 他是一个祭司的家庭 第二个就是 他们夫妇的性德是什么 在信仰上有什么美德 第六节 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诫命礼仪 没有旨在 所以他的信德可以说是很完全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 这里所说的义人 不是指着没有罪 因为如果真的没有罪的话 就不需要耶稣了 耶稣来是要将罪人 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这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讲 所以这里讲这个义人 是指着说 很注重行为的完全 在自己品德上非常在追求的 所以是遵行主一切的诫命 没有可以自在的 是在人的标准之下 看起来很完全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叫做义人 当然后来这个 他也要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才能够得救 好像我们看那个亚拿尼亚 不是亚拿尼亚 那个十六经约第十章 哥尼流 圣经也说哥尼流是一个义人 如果哥尼流把他解释说 他是义人没有罪的话 那哥尼流就不需要主耶稣 但是十六经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 天使告诉哥尼流说 你要请彼得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叫你跟你的全家可以得救 后来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面 就讲耶稣的救恩 所以他虽然是义人 他还是要耶稣的救恩 所以表示哥尼流是一个义人 这是人跟人相比以后 一个非常完全的人 并不是指着说 他在神面前没有罪 所以这个撒迦利亚的夫妇 他的信德 夫妻两个人 都是义人遵行一切诫命 没有可以指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的身份跟他的这个私生活 他是相配的 他的私生活是一个祭司 但是他的身份是祭司 他的私生活是没有可以指摘的 是一个义人 我们再看下面 第三点 这个家庭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 老儿无子 老儿无子 第七节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伊利沙伯不能生育 两个人年纪又老迈了 这个不能够生育 这变成事实 没有孩子 但年纪老迈就是绝望 你如果年纪轻 还有可能生 年纪老年就不可能 所以虽然是义人 但是他美中不得 就是家里面没有孩子 第一点 蒙福的家庭 具备是哪些条件 这我们后来会提到 他祷告蒙神垂听 所以他是一个蒙福 蒙福的家庭 我们现在再看下面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二点 祭司 何谓祭司 如何执行值班的职务 下面一个问题 谁的子孙才能够当祭司 利未的子孙还是亚伦 亚伦 亚伦的后代 后来有提到利未的子孙 在当祭司 我们可以看这个利未记 二十一章 十六节 说神对蒙西说 十七节 你告诉亚伦说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听 献他逼人 再看二十一节 祭司 亚伦的后裔 凡是有残疾都不可进前来 然后 二十四节 于是摩西小于亚伦和亚伦的子孙 并以世世代的众人 这个地方有间接在提到 他跟他的子孙 不可以进前来 献他神的食物 这个就是祭司的职份 所以可以看出来是亚伦 跟他的后裔 好 那第二点 我们现在看这个 路教福音的第二点 那共分几班来轮子 亚伦的后裔后来分几班来轮子 后来大概分了二十四班 二十四班来轮子 这个在历代字上可以找得出来 所以在第八节 撒加利亚按着班次 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份 因为是二十四班在轮子 所以大概每轮子 他们当时轮子是一次轮一个礼拜 在神面前供职 所以差不多半年 大概是半年轮一次 二十四班 半年轮一次来供祭司的职份 我们再看第二点的C 烧香和祷告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他们在做祭司的职份 有一个主要的重点 就是第九节 照着祭司的规矩 至迁 进主的殿烧香 根据这个蒙西的律法里面规定 这个一天要烧香几次 一天要烧香几次 两次 这个有意思 属灵含义有意思 我们现在看出埃及记的三十章 出埃及记三十章 第七节 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七节 亚伦在坛上要烧辛香料 做的香 他没早晨 他收拾灯的时候 要烧这个香 第八节 黄昏点灯的时候 他要在约伙面前烧这个香 做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第九节 这个坛上不可奉异样的香 不可献 翻计数据 也不可烧电油计 好 做黄昏跟早上 他们都要烧这个香 那这个 我们到了新约时代 因为我们现在查稿圣经 其实都有相关 那新约时代谁是祭司 新约时代谁是祭司 我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说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那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所以我们 在灵宫里面要献灵祭 彼得前书里面 我们要在灵宫里面来献灵祭 那旧约时代烧香是在这个物质的殿 我们现在烧香是在灵宫里面 那么灵宫是什么 根据彼得前书里面灵宫是什么 主乃是活食 我们也是一块活食 那我们跟主联合起来 就是灵宫 所以灵宫是指什么 灵宫是指什么 教会 灵宫就是指教会 我们跟主耶稣联合起来 主耶稣是头 我们每一个人是联合起来 就是身体 身体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新约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在这个新约的教会里面 在真教会里面 真帐幕里面 来献灵祭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过祈祷的生活 因为我们是祭司 那旧约时代的祭司 早上晚上都要烧香 那那个烧香在属灵上 就是指的我们的祷告 所以如果我们信主耶稣以后 我们加入真的帐幕 真的教会里面 没有祷告 就等于旧约时代的祭司 没有烧香 那旧约时代的祭司 没有烧香 他就恢复了祭司的指认 但没有禁止 因为没有让神得到满足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没有祷告 生活中没有祷告 就是祭司没有烧香 那我们这个属灵尊贵的职份 就没有尽到 所以我们这个祷告 不是说 我有事情才祷告 有什么缺陷才祷告 没有缺陷 我为什么要去祷告 不是 平常的祷告 对神的感谢 就是在献灵祭 这根据这个西伯来书的 十一章十二章 我们嘴唇顺赞感谢 就是在献灵祭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就是烧香 也是在献祭 因此我们在神面前的感谢赞美 就是能够得到神的喜欢 这个就是我们祭司之分 应该要做的 我们现在看几点 祷告跟烧香的关系 那启示录第八章 启示录的第八章 第三节跟第四节 启示录第八章的第三节 第四节 另外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的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那里 第四节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面前 第四节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坛 倒了火 倒在地上 所以有雷风大声闪电 所以这个地方讲说 这个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个祷告变得很重要 祷告就是烧香 那个这个香上腾达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再看四篇的一百四十一篇 四篇一百四十一篇 第一节第二节 说神啊 我曾求告你 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 我求告你的时候 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 第二节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如现晚祭 所以这里讲 我的祷告好像香在你面前 我的祈求 我举手举手也是祷告 好像在献晚祭 所以这也为什么说 平常真的在家里面 有常常在祷告的人 一般神的恩典都比较多 这个家庭里面 常常有很好的见证 因为他平常就在献祭 平常就在烧香 这个生活就是神所喜悦的生活 那神所喜悦的生活 这个家庭就比较容易蒙神恩典的家庭 所以中国撒加利 这个祭司的职份 他烧香 我们在想到 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祭司 我们是属灵的祭司 我们要祷告 没有祷告就是没有烧香 就亏负了神给我们尊贵的职份 我们现在再回到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的11节到25节 记载撒加利亚在圣殿里看见的意象 撒加利亚在圣殿里看见的意象 我们看11节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 这个圣所 圣所是面向东边 圣所是面向东边 那香坛的右边是指的哪一边 圣所面向东边 如果你面向东边 那右边是哪一边 如果你面向东边 右边是哪一边 南边 所以这个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 就是南边 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就叫害怕 主的使者对他说不要怕 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三点 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看见什么意象 第一个 天使加百列的职责是什么 因为在后面 后面像 这个26节 你看26节 到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奉差遣 往加利亚一座城去 叫做拿撒勒 然后这个天使跟他讲蒙大恩 后来也跟他讲 说你的亲戚已经怀孕了 所以这个 像撒加利亚显现 这个应该也是加百列 那加百列英文是什么 Gabriel 那还有圣经里面提过的天使 还有几个名字 Michael 米迪迦勒 还有 以赛亚书这个第六章 他看到意象 撒拉佛 OK 这是天使的 加百列 加百列的显现 那天使加百列的职责是什么 传达神的话 对 那个 十九节 天使回答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奉差遣而来 就是被 服侍神 传达神的话 那加百列的意思 如果我们看一些英文著节 God is my hero 神就是我的英雄 这是加百列的意思 他是神的服侍 服侍神的人 一个天使 所以我们看那个主导文里面 愿子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神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 那是指指指什么 天使在天国里面百分之百顺从神 所以叫做如同行在天上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就是愿 既然愿就是表示还没有 所以我们在地上做人 我们在顺服神的榜样 就是天使在天国顺服神的榜样 那天使不顺服神 穿下来就变魔鬼了 所以天上每一个天使都很顺服神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加百列 我们再看第二点 约翰的职责 是什么 叫他预言 天使告诉他预言 他要生一个儿子 要起名叫约翰 那约翰的职责是什么 我们看这一段 从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约翰的职责是什么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记得更清楚 约翰的职责 主耶稣 要约翰 叫他出生在这个地上的职责是什么 在哪一节 哪一节记得他的职责 十六节 他要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他们的神 十七节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面前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伯利之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所以这个约翰在世界上的目的 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回转 回转归于他们主神 就是耶稣 所以他是替耶稣铺路的 forerunner 就是主耶稣铺路的 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伯利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义人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 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就是约翰的目的 活在地上的职责 好 那我们看这段圣经 我们可以学习一些事情 我们先看那个 十三节 你的妻子伊利沙伯 你要给他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 所以约翰这个名字是天使替他取的 我们当中也有好多 我发现我们教会里面 众最多 每一个姓都有众 现在我问一下 约翰兄 众是什么意思 你不娶彼得 不娶保罗 要娶众一定有意思 众是什么意思 你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 这个约翰是什么意思 神的恩赐 The law is gracious The law is gracious 英文是这样的 中文翻译是什么 神是有恩赐的神 神的恩赐 好 那这个十四节里面有提到 这也可以做我们一个参考 你必要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要因他的出事 也必喜乐 这个你就是指着 母亲 伊丽莎伯 萨加利亚 你要欢喜快乐 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做父亲的要快乐 然后 有许多人因他的出生 也必喜乐 所以我们发现 约翰这一个人活在地上 让好多人因为他的存在喜乐 而且他的父亲 也因为他的存在喜乐 我想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人活在地上 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因为我们如果做一个有用的人 能够发挥供应出来 那个从我们所发挥供应得到益处的人 就会喜乐 所以约翰说 这个约翰说 叫 许多人要因为你的出事要喜乐 做一个有用的人 那个有用的人是什么 把人带回来归向神 所以约翰的用途就是要把人带回来归向神 所以要因为约翰的出事喜乐 因为他出事 他带好多人归向神 那归向神的人就喜乐 就因为约翰的存在而喜乐 所以他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所以我们人 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想有用的人就是对别人有帮助的人 对别人有造就的人 那别人会因为我们的存在得到神的恩典 我想我们就跟约翰一样 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喜乐 然后你也要因为他喜乐 做一个父亲的人 如果看到我们的小孩子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对神对人都是很有用的人 能够造就荣耀神 能够造就人的人 我们就只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们内心就得到很喜乐 所以你要因为他快 你必要欢喜快乐 因为他要做一个很有用的人 他要让很多人喜乐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 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喜乐 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们再看十五节 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度就被圣灵充满 他在主面前要称为大 因为后来圣经里面有讲 他说在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世纪约翰 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 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 他在主面前要为大 这个为大 如果我们看前后圣经语里面 为大 最重要是指的将来在天国 他的福气大 所以将来在神的国里面 每一个人要比十七约翰还大 因为十七约翰还处在旧约时代 我们在神的国 新约比旧约好 就是新约所得到福气 比旧约还大 但是他在主面前要为大 然后淡酒农酒都不喝 这个淡酒跟农酒是不喝 旧约里面哪一种人不喝淡酒跟农酒 拿西尔人 淡酒农酒不喝 所以这个淡酒农酒不喝就是分别 跟世俗有所分别 我这样过分别的生活 这样我来服事神 所以这个约翰要在主面前为大 既然要在主面前为大 职分很重要 将来福分也很大 所以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就有分别 这个生活就是淡酒农酒不喝 而且被圣灵充满 从母父就被圣灵充满 这个淡酒农酒不喝 以现在的意义是怎么解 酒就是要让你满足 要让你快乐 让你满足 让你快乐 所以说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纵 哪要被圣灵充满 那这个淡酒农酒不喝 当然现在也可以指责说酒精的酒 但是我想更重要 现在的意思就是讲 对世俗的娱乐要有约束 一个人如果要被神所用 对世俗的娱乐一定要有约束 那为什么说对世俗的娱乐要有约束 因为这个娱乐本身 你如果太投进去 你的心没有办法属灵 没有办法向神专心 你仔细看了所有的这个节目 这个电视的节目 不是所有的 大部分的都是为着赚钱在拍的 都是一个无神的人 为着利益在拍的 所以这个看了以后 对敬虔的操练没有帮助 对敬虔没有帮助 而且看多了我们心会俗化 因此一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 伟大 来承受神很重要的职份 将来在神面前得到很大的赏识 在世俗的娱乐上应该要有控制 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 后来施洗遗憾的生活 他住在旷野 吃的是黄冲野蜜 穿的是落头毛的衣服 生活很简单 主耶稣生活也很简单 然后这个伊利亚伊利沙生活都很简单 那以后主耶稣的门徒 施洗约翰 生活都很简单 保罗彼得都很简单 所以这个就清酒浓酒都不合 对这个世俗的娱乐有所节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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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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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